最近在波多黎各发生的一起特斯拉撞车事故引发关注 一名驾驶在上周开着爱车 Model SP90D出门 不料却摔下30公尺深悬崖 车子立即被砸成废铁 情况惨不忍睹 然而驾驶却完好无事地走出来 只在手臂留下轻微淤伤 这起事故就连全球首富 特斯拉创办人兼执行长马斯克也相当惊讶